三月了 我的小工作室加入了新的成员 于是我就想 这总得买一点新的装备嘛 买点新的显示器 然后我就刷到了这个玩意儿 电子墨水屏显示器 什么东西 所谓电子墨水屏 应该就是像Kindle那样子的电纸书 黑白的翻译页老漫了 其实就算是Kindle 现在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火了 大家还是用手机更多一些 但是你看这个电子墨水屏显示器 25.3英寸 造型还挺正经的 买家秀里甚至还有人用它看视频 多少钱 8999 太离谱了吧 这个价格已经可以买很好的LCD屏了 买这个东西的人 是不是不太正常 不太正常 要不是为了给大家看看 这个东西到底有多离谱 我是不会买的 这个箱这么简单就开完了 这个箱这么简单就开完了 装完以后第一印象 其实是这个支架 它简直太像苹果的Pro Display XDR了 就是它的廉价版 整个外壳的材质都是铝合金的 看起来还是比较精致的 它能转 屁股底下还有一堆的IO 有一个USB-C mini HDMI 还有一个HDMI 后面还有一个DP 最瞩目的还是中间的大大的logo Mira Pro 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 它可以永久的显示同一幅画 这个还是非常神奇的 如果不看它的价格 我简直都心动了好吗 我们现在插上电来试一下 看看用它读书看报是什么感觉 诶 好可爱啊 哇 这个能看清个鬼啊 Oh my god 看到了看到了 鼠标在这儿 这里还有丝丝拉拉的留下了一些 我再刷新一下 哦 刷新之后就没有了 感觉我一下子梦回90年代啊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这个屏是1800P的 3200乘以1801 我看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录屏哦 哇 这是我诶 哎呀呀 留下了一些丝拉拉的痕迹 我觉得这是能看视频的 但是所有的字幕都在这边叠起来了 每出现一个新的字幕 旧的字幕还会在 我现在电脑设置的是黑夜模式 可能这个模式对这个显示器不太友好 看到我的鼠标了吗 太夸张了吧 算了算了 还是用一下它正经的那个功能吧 看书嘛 看东西 读文章的话 就很像是真的印刷出来的那种纸质书 当这个字号放到这么大的时候 我觉得还算是可以读的哦 嘿嘿嘿嘿 哈哈哈哈 我打开了一个新闻的网站 这就让我感觉我真的在读旧报纸 有内味了好吗 平时是要阅读或者是写多少字 才能够用得到这样的屏幕 大概只有两种人需要它吧 一种就是作家 光码字可能还行 另外一种工作 主要也就是喝茶 看报 现代的看报的方式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模式 我看我调整一下会不会好一些 这里有四种模式 第一个是我现在的模式 标准的模式吧 第二个 飞黑几白 线都没有的 滚动的时候还挺流畅的 这个很像YouTube的logo 应该是个视频模式 打开以后就看起来有点糊 我播个视频看看 我竟然在这个黑白屏上面看 次世代画面超厉害的游戏 看出来了这个人 草 还有怪物 我无法想象为什么买家秀里面会有人说 我用这个东西看视频 感觉不错 我每次切换的时候它都会闪烁 这个屏闪对我的眼睛难道不会有伤害吗 阅读模式 这个看视频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个闪得太夸张 翻滚页面的话 屏幕都要再刷新一次 就跟我们平时用Kindle的时候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用这种网页的话 看起来非常的不流畅 因为它本身还会有一些动画在 还是普通的模式比较正常 就比如你看 不过你这样就看不到绿色了对不对 这样也算是好事情 你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它的红色会深一点 绿色会浅一点 就是鼠标太不流畅了 我每一个动作都变得非常的迟缓 打几个字试试哦 今天我们来玩电子卧水平 还行 说实话我看了也就五分钟吧 我现在眼睛已经有一点不舒服了 不行 我觉得我要给它加点难度 大家肯定很好奇 那它打游戏会是怎么样的 毕竟三针电竞嘛 我们先来试试看玩 马里奥 我这打开的是Switch吗 一马黑啊 这些旧海报倒是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我觉得它这个扬声器简直就是 对耳朵的伤害 这爆炸性的 90年代小摊贩卖那种 劣质5块钱耳机的那种声音 这种关系来应该盲打都可以了 这金币的声音太刺耳了 诶 我又变小了 我刚变大的 我还以为每个颜色的蘑菇都是善良的嘛 这是能玩的 这个屏幕对这种二底的游戏 像素的 还是蛮友好的 我眼睛好酸哦 我眼睛好酸哦 因为我要去辨别 这是能玩的 各种本来它应该有的颜色 必须我要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 对嘛 这个才是马里奥啊 就是应该有这么多颜色啊 动起来也应该如此丝滑 对不对 这游戏太简单了 换一个现在时下流行爱尔敦法环 哇 这都看见个啥呀 这还是我的法环吗 我召唤个马哦 我马呢 我的路在哪里啊 不行了 我眼睛有点蒙了 我受到攻击了 救命啊 这是什么 没有一丁点生还的可能 网上那些大佬的不是很厉害吗 来挑战一下这个 用墨水瓶来打 这个地图看着更加有看藏宝图的感觉 哪哪哪都看不清楚 哎呦打得还有来有回的呢 啊我看不见它了 这个时候就是跑命就是 第一药益啊 我觉得我命不久矣了 我眼睛好酸 我再也不要看到它了 我把它的各个功能都依次使用了一下 体验下来的感觉就是 虽然它很像是一个我们常见的显示器了 但是它能做的事情还是太少了 这个电子墨水瓶显示器 很显然它是瞄准了一个非常小众 需求特别明确的市场 那就是护眼 那护眼该怎么护呢 先看伤害来源 我们人眼一般在日常当中会受到的伤害主要有三个 蓝光 频闪 强光直射 首先是蓝光 除了紫外线 人造光里对人眼最有可能造成伤害的 就是可见光里的蓝光 蓝光因为波长短能量高 穿透力更强 更容易对视网膜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最简单的应对就是直接打开电脑的护眼模式 尝试过滤掉一些蓝色 频闪和刷新率不是一个概念 这个影响主要来自OLED屏幕 OLED一般每秒闪烁只有几百次 而OLED常见的调整亮度的模式 原理是通过降低闪烁频率的方式来降低亮度 人眼虽然看不出区别 但是人脑不是很受得了 太低频的闪烁可能会导致人焦虑 烦躁甚至头疼 不过一般市面上的LCD显示器没有这个问题 最后是强光直射 人体在黑暗的环境里瞳孔会散大 对光线更加敏感 黑暗里的光源直射人眼 非常容易造成眼疲劳和干眼 就这个墨水瓶来说 因为它自己不发光 所以到底对眼睛有没有伤害 责任其实完全在光源 如果你用的阅读灯有频闪 光源有很多蓝光的话 该伤眼的还是得伤 所以归根结底 我们的使用环境和使用习惯 对眼睛的影响要更显著 最基本的就是要避免用眼过度 这个比防蓝光还要更重要 哇 这个话从我嘴巴里面说出来 我感觉我好像是一个妈妈 最好就是让显示器亮度匹配当前的环境亮度 过亮或者过暗都不好 使用到现在 该用的不该用的我都玩了一圈 我只能说我对它还是很失望的 你看视频 事实是它画面是动了 但是又有什么意义呢 玩游戏就更不用说了 我之前测Switch OLED 眼睛都不痛 我用它短短的几十分钟 眼干眼疲劳什么都来了 如果它单纯用来阅读和打字的话 我觉得还算是过得去的 跟你在看真实的纸张是差不多的 一旦是要动起来的画面 那个残影拖影 响应速度又非常的慢 刷新率还低 我觉得是一个不可用的状态 如果你真的对护眼这件事情 十分的上心 花八九九九买这个屏 还不如给自己换一个不屏闪的灯 或者平时没事做眨眨眼 经济又实惠 但我必须承认 世界上是会有那么一小撮人 需要用到它了 至于我 我还是赶紧把它挂到网上 找个小倒霉袋 给它卖了 如果这期视频里的 互演小知识 有帮助到你的话 不要忘记留下三连哦 诶 如果我要在晚上看显示器 该怎么办 手电筒 错 这支不是普通的手电筒 这支是不需要电池的太阳能手电筒 在有光的时候它就会亮 那如果没有光的时候 绝对不会亮 有没有可能没光的时候它也会亮 问得好 关灯 去 这样当然就完全看不见了 它完全需要依靠环境光 如果你一定要在黑夜当中 偷偷学习的话 那你就只能够靠你背后的室友的品 照你 照你了 这样不就亮了吗 啊 你拿另外一支手电筒来照它呢 它就会亮